上集说到,林仁按耐不住自己独占森维的欲望 将其扑倒后吻上了森维的唇 好巧不巧,李仁和揍人的到来破坏了气氛 两人的表情耐人寻味,说着林仁不应该独享食物 林仁怎么可能将森维拱手让人 几人对于森维的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此时不跑更待何时,森维拔腿就跑 终于回到自己房间,打开抽屉拿出了一把锋利的小刀 下一秒昂突然出现,将其抱住 让森维不要出声,果然昂也按耐不住了 本以为躲过另外三个就没事了 谁知道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享受过后的昂将森维放倒 手中的匕首也掉落在地 昂将其捡起,放在床上留给他防身 不然窗外一阵强风刮过 斯维像着了魔一样走向克里迪亚 再次占据思维身体的克里 迪亚依旧不忘记在里克特面前搔手动资 就在这时,莲斯赶了过来 看着他那帅气逼人的脸庞 克里迪亚不自觉想起了莲斯的父亲 卡尔父子俩简直就是同一个人 听到这话的莲斯很是不爽 他警告克里迪亚 父亲的名字不是他这种女人随便乱叫的 克里迪亚却并没有把莲斯的话当回事 他甚至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丝毫 羞耻反而认为拥有永恒的生命 就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不是像莲斯的母亲被特利亚 总是压抑自己的情感 结果最后郁郁寡欢地过完一生 提起母亲,莲斯不由地怒从中来 他反击克里迪亚 所以你就是用美色 把里克特两兄弟玩弄于鼓掌之中 对此克里迪亚倒没有感到半点羞愧 反而很是引以为傲 说话的功夫 克里迪亚便朝莲斯走了过去 看着他那张迷人的脸庞 克里迪亚说出了一个秘密 他复活的目的就是要向他的父亲卡尔报仇 对于克里迪亚来说 杀死就是最好的表达爱的方式 这样的行为完全就是一种病态 莲斯也表示不能认同 然而随后克里迪亚竟然亲了上去 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太反人类了 姐夫说克里迪亚是连斯的劲目 但至少也要考虑一下 情服里克特的感受吧 对此克里迪亚的解释是自己的所作所为 雷克特不敢有任何意义 看来雷克特这绿帽子是坐实了 就在克里迪亚有意继续勾打连斯时 连斯一把推开了她 因为她对于克里迪亚这种放荡不羁的女人根本提不起兴趣 结果克里迪亚一记狠狠的耳光就呼了上去 就在这时里人出现了 看着面前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她直言不会道 希望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当克里迪亚看到揍人的那一刻 她多希望还能像小时候一样 听揍人给自己唱歌 结果却被昂狠狠地骂到 这里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 叫嚣得克里迪亚立刻消失 一直装成缩头乌龟的李克特 却在这时候发话了 她称昂只不过是嘴上功夫了得 当初不还是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母亲救出来 这无疑是在昂的伤口上撒盐 昂本想给李克特一点颜色看看 奈何根本不是李克特的对手 是啊 李克特去过的盐比他们走过的路还多 却无聊地家长里短 克里迪亚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但只要有六兄弟的存在 克里迪亚始终是当配角的料 于是她拿出王的银匕首 希望李克特能够解决掉眼前的障碍 对于吸血鬼来说 只要被匕首刺中就一定会必死无疑 可让克里迪亚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李克特竟然没有顺从她的意愿 自从克里迪亚把心脏 交付给李克特的那一刻 李克特就已经策划了一场阴谋 只要这具身体里的心脏能够觉醒 自己当上王就指日可待 现在的克里迪亚对于李克特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科迪丽亚也算是自食恶果 就在李克特准备稀释科迪丽亚的血液时 铃人及时出现 被允许任何人伤害三维的身体 或许铃人并没有意识到 其实自己对孙维已经有了别样的倾诉 一个为了觉醒的心脏 一个为了沉睡的躯体 展开了一场生与死之间的较量 然而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 猎人被李克特刺穿了心脏 这时三维突然地意识觉醒 为了不伤害到所有人 他拿起匕首刺向了自己胸部 就算这个时候 李克特也不忘记索取那颗心脏 却没想到被猎人一箭刺穿了身体 那么三维的命运到底会怎样呢 清晨三维恍惚听见一个使命的声音 不停地喊着 夏娃夏娃 他寻着声音来到一棵苹果树下 正准备伸手触摸时 含苞带放的花果朵一瞬间就绽放了 紧接着又出现了吃茄子神秘声音 三维被这诡异的氛围吓得连连后退 还好这是一场梦 正当三维还心有余悸时 发现床上已经坐满了吸血鬼 大早上就这么迫不及待 未免表现得太过心急 再怎么说哥哥也是名副其实的帅哥呀 猎人不管三七二十一 爬上三维就准备开始动手 却被揍人一把拦住 吃毒食可不是个好习惯呀 猎人见兮兮的在一旁随声附和着 于是三个人达成协议 准备共同吸食三维的血液 听到这话的三维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脸丝突然出现 破坏了大家的雅致 三人对此很是不满 比人更是见兮兮的表示 如果你实在看不下去的话 可以一起吸血呀 他就喜欢看思维痛苦挣扎 却只能妥协的样子 就在这时 雷人实在是忍无可忍 准备对三维下手没想到却换来了围攻 看着大家争执不休的样子 众人居然把这一切的错误 归咎于三维的身上 可怜的孙维珍是躺着也中枪呀 你们吵归吵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在这时 汽车突然失控一头撞在树上 顿时发生了大爆炸 不过反应迅速地吸血鬼六兄弟 顺利逃脱了出来 而汽车已经燃烧殆尽 看起来这并不像一场普通的车祸 开车的司机可是什么呀 所以排除意外的可能性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人为 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 不远处的山坡上 出现四个神秘少年 他们身上到处都是奇怪的标志 其中最诡异的就是拿树的少年 这是三维意外的发现 其中一个少年的声音似曾相识 而且嘴里还叫着夏娃的名字 三维顿时心头一惊 这正是梦中听到的那个名字吗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然而还没等孙维看清对方的脸 四位少年便消失在了烟雾之中 虽然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历 但从他们身上的味道 可以判断出是同类 看来对方是有备而来 那么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回到城堡之后的三维 依旧在为刚才的事情感到迷惑 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见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 可当三维回头时 却发现空无一人 诡异的氛围让三维不由地开始发出 突然一个黄发少年凑在四维的耳边 不怀好意地向三维问好 三维吓得连连后退 接下来莫名其妙出现更多的少年 他们不断向三维说着诡异的话 甚至还口口声声说要吃掉三维 面对突如其来的三维少年 三维慌张地逃跑 可此时的花园就好像是一个迷宫 不管怎样努力 他依旧还是在这个怪圈里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帅气的少年 口口声声说着 夏娃我来接你了 孙维一眼认出面前这个少年 曾经出现在车祸现场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少年就一把拉过孙维的手 强行将他带走了 那么他究竟要干什么呢 孙维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听从命运的安排吧 夏娃熟悉的声音再次出现在梦中 当孙维从梦中惊醒时 却发现身边的一切不再熟悉 看了眼前陌生的房间 孙维内心忐忑不安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死发少年 孙维赶忙询问这是什么地方 面对孙维叠叠不休的迟疑 紫发少年一拳砸了下去 怒斥道不要总是叨叨个没完 紧接着又出现一位黄发少年 假惺惺的当着和侍老 安慰紫发少年不要生气 突然一个戴着帽子的少年 上去就拉着孙维的手不放开 最后还是黄发少年替孙维解了围 这四位少年来自于无神家族 第一位出场的黄发少年叫无神浩 这个看上去酷酷的少年是无神幽真 戴着礼帽的少年叫无神子 帅气的紫发少年叫无神刘辉 而这座城堡就是他们的家 你是孙维以后的新家 孙维马里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慌慌张张地表示要离开这里 刘辉却阻止了他 难道你还想要回到逆卷家族 沦为被人剩一百步的玩物吗 话虽这么说没错 但归根到底无神家族一样是吸血鬼 与其待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不如回到曾经熟悉的地方 刘辉非常不满意三维的说辞 拒绝逆卷家族 没有资格和无神家族相提并论 简而言之 他们是不会放三维回去的 因为思维身上的夏娃之血 是巫神家族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听到夏娃二字 思维突然回想起曾经熟悉的梦境 可自己并不是什么夏娃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而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 就被关进了房间里 不过话说回来 这待遇还是不错的嘛 但是此刻的思维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自从踏入这个吸血鬼城堡 他的命运就已经不由自己掌控 而接下来迎接他的又是什么 他更是一无所知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让思维感到无比的挫败 与此同时 逆卷家族的六兄弟 正在为森维失踪的事情而愁眉苦脸 林人早已坐立难安 而宋人也因为饥渴难耐 音音哭了起来 修道是一如既往的淡定 说不定只是没有到回来的时间而已 一向慎重的连四觉得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场面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他身处无神家族的森维 一心想着该如何逃跑 本打算试水的心开 没想到门居然真的可以打开 森维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拼命地穿梭在走廊里 此刻的他只想赶快走到逃生出口 可偌大的城堡 却似乎怎么也走不到头 这时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钟声 熟悉的画面在三维脑海里一闪而过 当三维再次抬起头 时刘辉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狠狠地训斥了孙维 并表示如果再有下次 自己绝不会手软 这时候三维无意间 看到了刘辉和一个女神的合照 但是刘辉看起来非常简 把照片倒扣在桌子上 面对四位的道歉 刘辉并没有打算原谅 开始对他一步步紧逼 传说中独一无二的夏娃 看上去也不过是雍之俗粉而已 不过为了达成最终目的 做些妥协也无妨 说着就露出尖牙 一口咬在四维的颈部 看来被稀释血液注定是四维的宿命 不管在逆卷家族 还是无神家族 夏娃的血果然与众不同 刘辉不禁感慨到 当他想要再次过嘴瘾的时候 四维一把推开了他 并请求他可以放过自己 但是刘辉并没有给四维喘气的机会 再次狠狠地咬了上去 失血过多的四维眼前一片模糊 晕倒了过去 这时候刘辉又说着不明所以的话 只要是神明大人的指示 我们无神家族便永生追随夏娃的血液 刘辉口中的大人是何方神圣 孙维的命运又会何去何从呢 自从孙维被无神四兄弟掳过来之后 夜晚总是会做着相同的梦 梦中依旧会出现夏娃的名字 只是三维无论如何也触碰不到那个 苹果树连他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 醒来后的孙维走出房间来到餐厅 发现无神四兄弟正在享用早餐 相对于逆卷家族 这几人的感情看上去才像是真兄弟 这种互相抢美食的样子 简直和人类没有什么区别呀 就在这时刘辉又端来刚做好的美食 孙维看了一桌子的饭菜非常惊讶 没想到刘辉竟有如此好的厨艺 不过同为吸血鬼家族 巫神四兄弟和逆卷六兄弟的相处模式 简直是天壤之别 连思维都被这血浓于水的兄弟情感动 刘辉去示意大家赶快吃 怎会还要去夜宵呢 思维也想去体验一下 却被无情地拒绝了 毕竟蜜卷家族也在 如果被发现的话那就麻烦了 为了思维的安全考虑 无生子选择留下来保护他 能和夏娃单独相处 这样的机会他简直求之不得 看着无神子阴森诡异的模样 思维却显得很难为情 为了避免和无神子有正面接触 三维独自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可偏偏害怕什么来什么 无神子让三维来到自己的房间 说是有好东西给他看 尽管三维一万个不乐意 却也不得不服从命令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无神子给他看的东西尽是匕首 并且还表示这是他珍藏多年的宝贝 三维很是吃惊 不过让他更吃惊的还在后面 无神子虽然不知羞耻地问三维 是否喜欢他 甚至让孙维出手打自己 这怕不是个变态吧 孙维当然不会照做 可随后乌山子竟拿出一把正亮的匕首 直言要把他刺进孙维的皮肤 孙维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看着他极不情愿的样子 无神子的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他把匕首交给孙维让他捅自己 三维本想挣脱 却不料用匕首划伤了他 鲜血一下子就流淌了出来 刹那间历历往事浮上心头 曾经一群小孩以欺负无神子为乐趣 无助的他只能趴在地上 从那时无神子就变态地认为 被殴打是一种喜欢自己的表现 于是对着伙伴们大笑道来吧 让你们的攻击更猛烈些吧 因为只有这样 无神子才会感到自己被重视 这种病态心理一直持续到现在 看着血流不止的伤口 无神子感觉非常良好 一旁的孙维吓到说不出话 他想要帮无神子包扎他们 却被狠狠地按在了墙上 对于无神子来说 现在更需要的是孙维的血液 说话的功夫便咬了上去 拥有下娃躯体的血液 就是香醇可口 尝到甜头之后的无神子 根本停不下来 哪怕孙维已经疼到难以忍受 可在变态的无神子看来 孙维越是这样就证明他越享受 无神子也就更来劲 显怪无神幽真及时赶来 阻止了他的行为思维 这才保住一条性命 那么无神子是否会就这样放过孙维 而接下来 孙维又将面临着什么呢 万里无云的一天 无神号捧着一束玫瑰花 来到孙维房间 孙维看到玫瑰花的一瞬间 心里是乐开了花 没想到这个吸血鬼 还有这么浪漫的一面 看到孙维特别喜欢自己送的礼物 无神号大胆地松了一口气 可随后 他却要求三维也送自己一件礼物 说完就搂起三维的腰 准备开始吸血 在无神号看来是非常公平的交易 但是三维并不买单一把推开了他 无神号顿时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 凭什么你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的礼物 愤怒的他直接把玫瑰花从色维的手里抢了 过来狠狠地用脚尖踏着 你以为他简单发泄一通 情绪就完事了吗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头而已 只需要无神号用力地掐住森维的脖子 然后把他推倒在地 紧接着如同恶狼一样扑了上去 对着森维的颈部就开始吸血 让无神号没有想到的是 森维的鲜血竟如此美味 这简直让他难以自拔 就这样森维在疼痛的折磨下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躺在了自己房间里 地板上依旧散落着无数的玫瑰花瓣 随后三位来到客厅寻找无神号 可找了一圈之后也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从无神忧真的口中得知 无神号出去工作了 三位很是疑惑 吸血鬼还有工作 三位的反应引起了无神子的注意 怎么你很在乎他吗 思维立马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慌张找个理由离开了 回到房间的思维依旧在困惑 无神号去工作的事情 一个吸血鬼能有什么工作呢 傍晚时分 天空下起了大雨 无神号也在这世赶了回来 他看到孙维还没有休息 就让他来自己房间 千万不要响入非非哦 无时候只是不怎么会接纽扣 想让孙维帮助他换掉灵师的衣服而已 孙维也是个好奇心极强的主 询问无神号出去做什么工作了 看在孙维帮助自己的份上 无神号告诉他自己可是人人追捧的偶像呢 正在森文一头雾水的时候 他看到了无神号背上的伤痕 这些伤痕其实是无神号难以言表的 过往四大无神号记事起 就住在又黑又臭的下水道他 就像井底之蛙一样 生活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方寸之地 所以能出去看看世界 成为无神号心中唯一的梦想 幸运的是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他终于得偿所愿 然而不幸的是 无神号又被带进另一个地方 这里全是和他一样无家可归的人 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更残酷的刑法 无神号因为长相出众 被赐予了更高级别的待遇 本以为这是命运的转折 却没想到这是有钱人的阴谋 无神号成为了他们的玩物 被当成畜生一样对待 每天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因为他们认为 残缺的事物才是美好的象征 思维很是诧异 这么痛苦的经历 为什么无神号却讲述得轻轻松松 因为正是经历了这件事 无神号才认识了刘辉他们 从此之后 几兄弟抱团取暖 相互依靠 讲述完之后 无神号光着膀子拉着森围 要求和自己一起睡 曾经痛苦般的经历 再次出现在无神号的梦中 那群贵族们又一次将魔掌伸向他 睡梦中的无神号吓得瑟瑟发抖 为了安抚他的情绪 森围温柔地拍打着无神号的肩膀 黑暗的月色下 那只蝙蝠再次飞上了无神家族的城堡 这是否预示着什么 黑暗的夜色下 三位正站在窗外发呆 这时 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是刘辉 他把一身校服扔在了沙发上 命令森围把它穿上 三位虽搞不清楚 四兄弟到底打了什么算盘 但还是乖乖把校服穿上了 穿戴整齐之后 三位跟着无神四兄弟来到了学校 可没想到的是 他们居然独自撇下三位离开了 四位的小脑袋里充满了无数个疑问 他开始漫无目的地向前走 突然碰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不正是逆卷家族的莲丝吗 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 莲丝已经看到了 四位联邦解释这么多天 没有联系他们的原因 连思绪还是一脸的高了 他根本一点都不关心 四位这些天经历了什么 不得不说这态度也是够冷淡的 就在这时耳边响起了李仁的声音 他生气地指责孙维大胆出逃的行为 还没等孙维为自己辩解做人及时补刀 难道你不知道无神家族是我们的仇人吗 此人非常痛恨四位这种两面派的行为 而此时李仁透露出一个消息 别人这几天为了孙维茶饭不思 不巧的是今天他正好没来 孙维开始担心麒麟人的身体状况 可当他再一抬头时 联系的人瞬间消失不见 这是什么操作 孙维像个傻子一样处在原地 楼梯道里先无精打采地摊坐在地上 这时候无神忧真走了过来 怒至羞是个挡路狗 示意他赶紧让开 误会的语言并没有激起羞的情绪 只是淡淡地说了声 这是我的自由 爱过不过是你的事 无神忧真对于这样的反应也很是吃惊 四肢没趣地离开了 另一边摸不着头脑的三围 只好继续向前走 突然看到一群女生 花痴地围着无神号团团转 争着抢着邀请他去自己家做客 曾经无神号告诉孙维 他是大家心中的偶像 孙维还半信半疑 这下看来是铁定的事实了 就在这时昂突然出现 紧紧拽住孙维的手不松开 眼神中透露着凶狠的杀气 他把孙维拉到外面 质问孙维 是自愿和无神家族的四兄弟在一起吗 孙维却吞吞吐吐 不肯正面回答 就在这时无神号突然出现在身后 他挑衅地说道 猎偶被抢走的感受怎么样 是不是很生气很恼火 没想到接下来无神号的话更过分 居然质疑昂是不是喜欢孙维 一个吸血鬼怎么会爱上人类女孩 昂当然不承认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无神号直言要把孙维带走 这些未激起了昂的战友欲 一把拉过孙维就开始吸血 过完嘴瘾之后 昂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但是孙维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看着嗷嗷留下的牙印 无神号似乎有些不甘心 擦拭过残留的血迹之后 也狠狠地朝着孙维的颈部养去 一边吸血一边说道 一定要比昂吸得更多 并表示 绝不会再让思维沦落到 逆卷家族手中 那么思维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呢 吸血鬼城堡内 无神三兄弟正在为觉醒一世而烦恼 为什么吸了夏娃这么多血 却依旧没有觉醒的痕迹 难道因为他们并非纯正的吸血鬼血统 这时刘灰突然想起了小时候 为了逃离那个黑暗的地方 刘灰带着几兄弟逃跑 结果却被抓住男人从火炉中拿出炙热的铁帽 把刘灰烫得满身疤痕 就在这时那位大人出现了 刘灰等人终于摆脱地狱般的折磨 是那位大人给予了他们生的机会 可如果一直没有觉醒痕迹的话 就会辜负大人对他们的期望 所以他无论如何也要成为亚当 可是最近思维一直处于平行的状态 甚至上个楼梯都是昏昏沉沉 就在即将跌倒的一瞬间 巫神幽真即使出现扶住了森维 然而还没等森维道谢就再次晕倒过去 没办法幽真只好把他抱在怀里 突然醒来的三围有点受宠若惊 不过这身高差简直太猛了吧 现在的三围偷偷一个小公主 不料下一秒却在走廊里遇到了凶 他依旧在幽自地打着盹 面对无神幽真的冷言相向 秀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而是把目标转向思维 原来这么多天你是一句他杵吗 果然是个不遵守三从四格的女生 此时的孙维已经没有过多的精力解释 反倒是幽真大声叫嚷着快滚开 你这个挡路狗 话都说到这一份上网 秀的内心依旧毫无波澜 无神幽真也很是纳闷 这个吸血鬼该不是分不清好赖坏吧 他特别看不惯秀这种贵族身份 站着高高在上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听到贵族身份 秀的内心泛起了一次涟漪 然而无神幽真却直接咬住三维的脖子 秀看着眼前无聊的一幕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很明显他这是在向逆战家族宣告主权 不过秀并没有心情理会这些 回去的路上 他不自觉回忆起往事 那时的秀独自坐在小河边 一个名叫爱德华的少年突然出现 他友好的送给秀一个苹果 这算是两人第一次见面的礼物 可是后来他们却再也没有见过面 竹心看到无神幽真 秀竟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站在楼上的脸丝 似乎看透了秀内心的矛盾 不过让他痴心的是 本应该是人类的无神幽真 为什么最后变成了吸血鬼 另一边的孙伟回到城堡之后 发现刘辉站在楼梯口一动不动 他二话不说抱住孙伟就准备吸血 可就在露出獠牙的一瞬间 刘辉却又犹豫了 看着脸丝痛苦纠结的眼神 思维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 随后刘辉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喃喃自语道他和三维是不可能的 那么刘辉到底在纠结什么呢 自从思维被逆卷家族掳走之后 他记忆中的那棵苹果树开始干枯 地上到处都是泛黄的落叶 一觉醒来的孙伟觉得莫名其妙 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 思维突然回想起昨天发生的种种 就在他愣神的空隙 身为吸血鬼的他第一件事 却准备稀释思维的血液 这种快感自从孙伟走之后 就再也没有体验过了 这么久没见 李然还是一如既往的闷骚 话里话外透露着对孙伟的饥渴难耐 下一秒他就掀起被褥 开始对孙伟的大腿下手 三维强忍着疼痛 连却像一头恶狼一样水星不停 就在这时 连斯突然出现 他命令三维赶快穿好衣服到客厅 原来连斯是想从森伟口中 得知有关无神家族的事情 可谁知森伟去疑问三不知 不过他提到的夏娃以及那位大人 让连斯突然明白了什么 森伟询问连斯 自己和夏娃到底有什么关系 还没等连斯回答 做人就凶神恶煞地站了出来 一到这里是你家厨房嘛 可以随便擅自出入 揍人的眼神不由地让人发怒 昂也在一边随身附和着 气急败坏的他一拳把墙砸出一个洞 此时已是只有灵人肯为森维说话 眼看所有人都已到场 连斯宣布有重大事情 满月将近就会出现月食 这次绝非普通的月食 而是同时降临于魔界和人界的特殊 月食 到时吸血鬼的力量会被削弱 可灵人却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一向沉稳的修却不淡定了 警告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此番话让在场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难道人博两界会掀起一番腥风血雨 回到房间的森维坐立不安 他决定找连森问个清楚 为什么自己会被无神家族称为夏娃 这和自己的血液有什么关系 还有就是他们口中的那位大人又是谁 本以为连斯会告诉孙维真相 没想到他只是轻蔑一笑 食言孙维根本不必要了解事情来龙去脉 更重要的是连斯不认为事情 会助无神家族所想的发展 这无疑又加重了孙维的疑惑 紧接着连斯一把推倒了孙维 虽然他脑子不好使 但是身体里流动的血液 确实让人无法自拔 说话的功夫便狠狠地咬了下去 这么香甜的血液 让连斯有了独占凹头的想法 黑暗的月色下 几头冒着金光的狼 冲到了无神家族的城堡外 那么迎接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自从孙维回归逆卷家族之后 一向沉默寡言的修 也开始对孙维表现出强烈的欲望 连大半夜都不肯放过孙维 就算他停地说了堂之类的话 修也没有丝毫打算放手 反而更加放纵 然而这世间有人欢喜就会有人愁 空荡荡的城堡内 刘辉因为失去孙维 心情一直处于低谷状态 而无神家的其他三兄弟也好不到哪里 无神子一直哭丧着脸 无神浩也是干着急 没有办法 得不到刘辉的命令 他们也只能静待事情发展 不过让大家困惑的是 刘辉当初为什么会放走孙维 从认识到现在 大家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心事重重的样子 忽然弄清事情的真相 他们决定去找刘辉问清楚 就在这时 从窗外闯进来几头狼 他们凶神恶煞地盯着无神几兄弟 看来一场恶战即将上演 另一边三围正坐在窗边 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正出神入化之际 奏人出现在了这里 一副全世界都对不起他的表情 他严厉地质问孙维 明明答应只作为一个人的玩物 为什么还要填补支持地去到无神家族 此时孙维的解释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奏人已经准备稀释他的血液 毕竟美食可以治愈一切不开心 但是作人还提出一个要求 要像泰迪熊一样永远陪在他身边 这样他就会很安心 不得不说这占有欲也是杠杠的 就在这时 受伤的无神子闯了进来 气喘吁吁地告诉森维刘会出大事了 三围本想上前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却被揍人一把拉住 他不明白自己对三围这么好 为什么他还要离开自己 既然得不到那就干脆毁掉吧 说着就开始用力地握住孙 围的手这力度 根本不是一个小女生可以承受的 再加上无神子的一再催促 纵然情绪直接崩溃 此时思维明显已经支撑不住 突然揍人的眼神变得犀利起来 下一秒他就狠狠掐住思维的脖子 为了解救思维 无神子直接拿起揍人最爱的泰迪熊 愤愤不平地说道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带走夏娃 说着便把泰迪熊扔进了火炉里 看着被大火燃烧的泰迪熊 纵然瞬间崩溃了 整个城堡内都回荡着他绝望的痛哭声 这也算是旧游自取吧 黑暗的夜色下 城堡里到处都是满目疮痍 鲜红的血迹让人触目惊心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 狼族和无神家族之间战争的激烈 那么狼族为什么要攻击无神家族 这和夏娃亚当计划又有什么关系呢 吸血鬼城堡内 三兄弟正坐在客厅 突然几头狼冲了进来 既然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 可面对凶神恶煞的狼 他们只能拼死一搏 这时一只狼死死盯住了无神子 随后便飞快地朝他扑了过去 就在无神子觉得自己小命要不保的时候 刘灰冲了出来 鲜血顿时洒满了整个房间 在三兄弟的齐心协力之下 狼群终于被击退 但刘灰却身负重伤 至于为什么会被狼群袭击 就连无神家族也不清楚其中的缘由 或许真相只有刘灰一个人知道 不过他最近的状态却很让人担忧 经常独自一个人发呆 大概是因为那个计划吧 作为非常疑惑 那个计划究竟是什么 这次无神三兄弟倒是很坦诚 直接告诉孙伟 只要大量吸食他的下娃之血 就有可能会觉醒成为亚当 他或许因为无神家族并非纯正的吸血鬼 所以吸了这么久的下娃之血 依旧没有觉醒的痕迹 刘灰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 于是常常把自己关起来反省 回想起刘灰曾经对自己忽冷忽热的态度 三位终于恍然大悟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刘灰竟然这么执着于亚当之事 提起刘灰 大家都非常感恩他 是刘灰的鼓励和安慰 让他们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那时候虽然生活的苦大于甜 但只要四兄弟能够平安无事 对于他们来说就足够了 在三兄弟心中 没有刘灰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可现在刘灰却生死未卜 这让几人很是担忧 听到此话的思维 暗暗下定决心做点什么 夜幕降临之际 他独自来到刘灰房间 没想到刘灰醒来的第一句话 居然是责备思维不应该来这里 更不应该关心自己 看着郁郁寡欢的刘灰 思维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或许在他看来 亚当计划高于一切 可是在其他三兄弟看来 他的身体才是重中之重 三维的话一下子触动了刘灰 他瞬间回忆起四兄弟 曾经在一起的画面 或许这一次他真的错了 万万没有想到 堂堂一个吸血鬼 会被区区人类女孩说服 刘灰越来越琢磨不透 孙维了 难道他是上天派来 拯救自己的天使啊 此时的刘灰 只想孙维永远留在这里 成为他一个人的下瓦 说话的功夫便搂起孙维 看西戏 对于吸血鬼来说 可能这就是爱的 终极表达方式 黑暗的夜色下 森林里再次闪现喜之狼 而在不远处的地方 两个神秘男人喃喃自语 月时之日 就是吸血鬼力量最薄弱的时候 相反就是我党法力巅峰之计 到那时就可以报仇雪恨 但前提是得到夏娃之血 原本两大家族争夺森维 如今却又牵扯出另一神秘人物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